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支持点换句话说是用咱们以前的支持点来解决新的问题 不算什么太多的支持点 这个命运空间的问题它是一个企业开发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困扰性的问题 最开始咱们企业开发的时候 你想开发一个项目或者开发一个就拿你们现在能理解的 能理解的开发一个网站 当然咱在公司里面不止开发网站开发东西多了 游戏什么的很多 就算开发一个网页的话 就算开发一个网页咱们开发一个淘宝 你说淘宝可能是一个人做的吗 根本不可能对吧 好多人一起做对吧 就淘宝首页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做 那工作量多大呢那东西 有很多GS呢 淘宝首页首评 你首页这首评就挺费心对吧 所以肯定是很多个人来做的 你做这一块我做这一块 比如你做导航栏 我做输入框 然后我做下面商品展示 我做下面的一个页角连接 等等一系列的 然后我在做整体渲染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一个淘宝首页就得无数个工程师一起做 你想想一个淘宝事业部大概2000多人 有很多人去做这个东西 有很多人去做就是一个问题 大家做完之后是不是东西得拼一起 因为这是一个页面 对吧 你不可能多个HTML 一个HTML 咱做完东西拼到一起 拼到一起就会发生很多的冲突 HTML的冲突 CSS冲突 那些都是次要 咱现在讲JavaScript 有一个JavaScript的冲突 比如你写的一块有个功能 我写的一块也有功能 那咱俩的功能拼到一起 是不是把GS文件也得捏到一个HTML文章里面去 虽然说咱俩写咱们写的文件 是可能你一个GS文档 我一个GS文档 但最后总得落到一个HTML文件里面去吧 是不是都得一个HTML文件往里引的 对吧 淘宝的HTML 然后引入这么多个GS 对这吧 比如说有很多个 这块 比如这块 是我写的一个GS S.src gc.js 然后 然后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呢 src 可能这块是王子健.js 然后再来一个 可能是这个福春 对吧 福春.js 然后再来一个 可能还有 就是很多人 很多人 可能是郑玉连 加GS 很多人个GS 很多人个GS吧 咱不是说操作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写了一小块HTML 我的GS就是操作我这HTML的 你写了一点 你就操作你 再加上咱们有点基础的数据 对吧 有点基础变量什么的 数组什么的 咱们一堆GS拼到一个页面里面去 最后大家在整合代码 都是这么去整合的 都是这么去整合 比如你看 我为你看 这是淘宝页面对吧 你缩小点 这能看清了吗 我都看不清了 然后把Head里面打开 你看看多少个GS 好些个吧 是不是好多个screw的标签 有工具类的标签 有很多的标签 你看CSS一大片吧都 一大车 这块还有screw标签 这是放到上面的 我跟你讲 还有放到下面的 下面是不是还一堆screw标签 对吧 还有很多screw标签 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大家会把这些个screw标签 放到一个文件里面 那放到一个文件里面 有个问题 就比如说 我命名了一个变量 我命名了一个变量 比如这个同学 同学命名了变量 命名什么呢 你命名了一个变量 A写在全局了吧 写在全局命名A等于100 等到后续去用了 对吧 你后续会用到这个A的 然后那哥们也写了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呢 也是A等于100 他可能等于200 对吧 你还没等用到你的A的变量呢 你就被他的东西覆盖了 是不是两个变量就有冲突了 对这吧 对这吧 是不是会有变量冲突 你两个文件 加上也是同一个域啊 是不是同一个文件 就是同一个流程 对吧 你肯定会有个覆盖的现象 对吧 所以现在你写的文件里面 有的变量 可能会和我的变量产生冲突吧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大家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在公司里面都是经过这种专业培训 包括一个入职培训的 培训完之后结果是什么呢 大家的代码格式 语法变量 用的都非常标准 非常精准 比如说一个功能 比如说一个广告的功能 大家用的这个 大家用的这个变量 基本上都是AD 都是AD 比如说一个导航栏功能 大家都用的是Navgator Nav 所以同样一个功能 用的变量名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保持高度一致 因为好维护 大家都这么写 因为有规范嘛 这保持一致 那就好玩了 比如说你的功能里面 可能和我的功能里面 东西比较像 我要实现这功能 定于这个变量 你要实现功能 那单词一共就那么几个 那重复率就非常高了 最后能弄一个吧 就最后大家一起 接着配合的时候 大家一看 我靠这没法配合 这变量都重复了 怎么办 后来想了一个 想了个笨方法 就是在个人的变量前面 加上自己名字的一个缩写 就是说我要定义一个name变量 我就是wargcname 然后等等等一系列的 就这重复概率就少了 对吧 但这多恶心呢 这不挺恶的 大家一看的时候 有的人名字起得飘一点 对吧 有四个字名字 比如邓和婉旭 那个旭 大家可能觉得 可能邓红婉 的什么东西 对吧 然后旭什么什么变量 大家一看 这东西我读不懂啊 这是什么东西 对吧 这是名字的东西 不靠谱 并不靠谱 然后再后来 再后来之后 衍生了一个新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叫做命名空间 大家一看 哎呀 要不这样 咱们一起写代码的时候呢 规定一个命名空间 咱们把变量 全放到命名空间里面 这个命名空间呢 其实名很高大上 其实内容咱们学过 是啥内容呢 就是对象 就是对象 比如说现在 咱们定义一个东西 叫org org organization org 这个给这个对象 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org 那这个对象 起一个什么 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比如这个对象 它在全局 就是它在全局 一个主域的gs里面 就是主gs 然后现在咱们的分数gs 都怎么办呢 比如我在里面直接写了 我就不写分了 比如这个org 这也是一个总的gs里面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是可以有东西的 比如说现在我在第一个部门里面的什么什么岗位 比如说我是第一个部门里面的基层 我就这么写 在里面分一个department department 1 然后department 1呢 还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是不是可以有对象 属性里面是不是可以有对象 属性里面只是随意的 对吧 再加一个对象 再加对象呢 然后我是这里面的一个叫基层的人 然后 我再写一个这样的括号 然后可能下面还有一个邓须名 就这么一下邓须名啊 我叫习惯了啊 然后partment 2可能有个张三 李四 哎 这样来定 这样来定有啥好处呢 我以后用到的变量 我就直接在这里面写 比如用到name 我在里面写个name等于abc 用到age在里面写 age123 我就这么来写 能弄一个吧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在里面定义 我想要的一系列变量和方法 都定到对象里面 这样的话 至少能保证一个命名的不冲突 而且能非常的规整化吧 谁在部门1里面的谁 下面有什么样的变量 部门2里面的谁 下面有什么样的变量 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 那就有点恶心了 就说我要用一个变量的话 就org.department 1 .集成.name 是不是挺恶 这么用的话就这么来用 那后来看 这么恶心不行啊 能不能简单点 又给简化了一下 当我们想用自己的变量的时候 先怎么样 先握一个集成 把这个org.department 1.集成 这个引用 是不是引用值 引用值付给一个短引用 是可以的吧 我给它付给这个集成 这样的话 这个集成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 我的空间了 对吧 是不是拿出来我的空间 然后我的空间.name 是这么用的话就 就简单点了 能弄我意思吧 这么用的话 是不是简单点了 一开始就说 这个方法你就看一眼就行了 咱现在不这么用 现在咱工具越来越复杂 工具越来越强大了 根本就不需要这样了 一开始咱们在解 十年前 十年前咱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确实用到了命名空间这个问题 也确实是这么用的 这么用大家能理解吧 是不是挺简单的这么用 对吧 就是为了防止大家名别冲突 因为你的对象里面的名字 和我的对象里面的名字 即使一样的话 大家也不冲突吧 A点name和B点name虽然都叫name 无所谓对吧 不冲突 但你要是在全局范围内起来name 是不是就覆盖了 这种东西是吧 这样覆盖了 所以这个是老办法解决命名空间的问题 就是解决冲突的问题 这个办法叫什么呢 一定记住 这个办法叫做命名空间的问题 它就叫命名空间 叫命名空间 OK没问题吧 OK 命名空间的问题 现在怎么来解决的 现在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外派 外派 包括很多同步化开发制软件 grunt一系列的东西 咱现在不讲那个东西 现在讲什么呢 讲一个咱能接触到的一个 防止命名空间的一个问题 这个非常强大 因为我在编程的时候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给你看一下 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 试一下 呃 few 这样吧 看一下 呃 哪去了 看一下啊 这是吗 我看看 这是我写的 哎呀 太久了哈 都忘了就啥名了 我想想啊 lg 蓝光那什么项目吧 我们一起开发过一个最复杂的项目 就在一个搜索结果页里面 居然好几个人写一个页面 就是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啊 有个 有个topic news 咱找topic news吧 topic 我记得好topic news tt开头 topic news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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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 啊 是这个 对对对 就是这个 这里面的gs啊 对吧 对对对 是这个 一辆车哈 一辆车 这是一个项目包哈 项目包里面有很多东西 component component 那是一个组件 就大家 每个人写一部分 一条毛 你看真正组件都这么写的 每个人写一部分 然后把这一条毛拼到一起 最后通过这个face这个软件 拼到一起 拼到这个主页面里面 拼到这个里面 然后这里面一大堆 inline 你看这是注释 其实不是注释啊 这是后期的一个语法了 inline 把这些组件 component都拼到一起 都拼到一起 我当时就写了一个部分 我写的部分是slider 还是 还是还是这个activity 反正activity吧 反正这是我写的 我看一下名字 不是 这不是我写的 反正我写了一部分 投票 哪个来的 news ad吧 这是我写的 对这是我写的 news ad 就是新闻的一个广告 广告是我写的 这一个页面 就很多 你看 其实这是一个展示页 展示页也就 长度也就2000 像素那么长吧 都不是说完整的整个页面 就这一个小项目 我们就好多人一起写的啊 特别麻烦 然后他在这里面有css css 这一般都写这里面sars啊 这是gss gss这块呢 很多人你看这个作者 一开始说同事啊 李小康后来跳槽了 对吧 然后呢 这是他主要完成的一个项目 他主要推进的 然后我们来配合 这一个项目呢 就是你现在你可能看语法 看不太懂啊 好多个人写的 这块就是我写的部分了 我写的一部分 你看 innis ad 来 这是我写的一个部分 我给你缩起来 然后下面还有其他人写的部分啊 这又是一部分 投票又是其他的一部分 一个innis就是一个人的 innis leader 这是稍微写的 这是微博部分 这是很多人一起写的一个项目 因为很难啊 确实很复杂 这么多个innis啊 基本上就是多少个人一起写的啊 然后这块 是我给的中间添的一块 就是这个项目开发的吧 确实我们很纠结啊 开发到什么程度呢 你要不是说你写一个GS文件 大家拼到一起了 你要在人家写完的GS文件上去改东西 这就更直观的暴露一个问题 命名别冲突 那东西是吧 命名别冲突 然后后来我们是怎么办的呢 我们拿B包来写的 就你看啊 这是不是他的一个全局 这是他的全局的一些东西吧 我们没在全局上写 我通过一个这样的方法 通过一个这样的方法 因为我写的是一个功能 我这个功能等待它被调用 在哪儿调用呢 在这儿来调用 在这AD里面去调用 于是呢 我这一对功能 互相实现的一个变量的调用啊 方法的一个实现呢 我就写到了一个独立的空间里面 就是B包里面 怎么来写的 这是一个变量 这其实是一个函数啊 等于一个函数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一个立即之间函数 这个立即之间函数 执行完之后 它会返回一个函数 返回函数在这儿 它会 哎呦 这么长 它会返回这个东西 返回这个函数 等待被调用 然后这是里面 我自己的一个变量 你看啊 这是我在这个立即之间函数里面 自己定义的变量吧 第一大堆变量 这是在立即之间函数里面 定义的第一个函数 这是定义的第二个函数 第三个函数 第四个函数 第五个函数 一大堆函数 对吧 这是我在立即之间函数里面 定义的一大堆函数 但是咱说回到 咱说到底啊 是不是这些个东西 都是在立即之间函数里面定义的 是不是立即之间函数 执行完之后 自己销毁了 对吧 然而哈 我想让这个功能 被保存到外部 等待被调用的话 我保存了一个函数出来 这一个函数里面 是不是把这个函数 保存出来之后 这个函数会和刚才 那个预行的一个 闭包吧 是不是用其次习下这东西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写上 方法的调用 其实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东西简化一下 写到咱们这里啊 怎么来写呢 比如现在我要实现功能 来个init吧 init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打印 我这里面的名 打印我这里面的名字 名字abc 怎么来办呢 来一个函数啊 叫core name core name 然后打印 console log name 然后 return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里面 就是core name 这个function里面 就是core name 然后 把它return出来之后 是不是这个init 就相当于这个函数了 对吧 然后我们想开启 我们里面 为啥说这么来写这个东西 这一块只是为了开启 这里面的一个功能吧 这里面是不是init的所有的功能 都是为了去core一个函数的 这个函数就保存到了外部 被保存到了init身上 这个init就代表这个core name 这个功能 所以现在执行这个init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调用里面的东西了 对吧 但是你看我在外面也定一个name 它俩互相影响吗 bcd 说不互相影响 保存init 是不是执行是abc啊 你放大是不是abc 对吧 不是这个bcd吧 所以啊 这个东西有利于我们实现很多 就是有利于我们做很多步的操作 比如说这个 因为它形成了一个b包 这个b包有一个东西 就是变量私有化 不会污染全球变量吧 对吧 不会污染全球变量吧 它不污染全球变量 你就可以把你特定的功能 写到一个这样的一个b包里面去 然后流出来一个接口 方便去启动它 能弄的是吧 流出来一个接口 怎么流接口 流出来一个function 然后这个function里面 去执行里面的一个函数 作为一个中断 因为你要实现功能 你肯定是介于函数 函数调用函数 再调用函数 然后再使用变量对吧 肯定是这样的 这里面定义好一系列复杂的功能 然后外面流出一个函数 作为接口 传给这个init 这个init被你调用的时候 它就会启动你里面的一个函数吧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功能实现了 函数也能被启用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 并不污染全球变量 我里面定义的变量 跟你外面有啥关系 是不是一点关系没有 对吧 一点关系没有 但这个功能是不是也实现了 这是通过b包来实现 私有化的一个过程 能弄的意思吧 比如你看 我写的功能可能说 需要我自己定义的变量 什么name一系列的东西 可能又有一个人 他又写一个功能 叫init init done 这个init是啥意思 知道吧 init以后在咱们编程的时候 它起到一个入口名字的作用 init叫初始化的意思 叫init 它不叫init 它叫入口的意思 初始化 所以在咱们写编程的时候 编程的时候肯定 你想你写程序非常复杂的时候 比如说一万行代码 你这一万行代码 你想让人读得懂 是非常吃力的 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知道 你从哪开始的这个代码吧 你从哪开始执行的人不知道 对吧 所以后来咱们为了 对咱们为了让大家能更好地 找到这个入口函数 咱们把入口函数 最开始被启动的函数 叫做init 大家捋着你的init函数 就知道 你这个init函数里面 掉了谁是谁 然后我去找谁是谁 然后依次能把你的函数 执行顺序去捋下来 能懂是吧 把你程序的执行顺序去捋下来 这个init做到的一个东西 就是约定俗成的一个用法 能懂是吧 这是高端开发init 然后这个init可能他这里面也定义了一个name name叫123 然后这里面呢 他也用到这个name了 core name 他也core name core name 然后console log他的name 然后把这个return一个函数出来 这个函数呢 就是为了core name的 是不是他的init凳也为了core name了 所以你看我init一下是不是实现我的功能 init凳是不是实现了他的功能 是不是大家互不影响 对吧 互不影响吧 但是却各自实现了各自功能吧 是我们的变量 我的变量可以随便起名 他的变量也可以随便起名 反正你叫实现 就是咱们把咱们在全局范围内要实现的功能 放到了一个局部里面 就是让他互相不污染 对吧 那这样以后 假如说你要实现了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可以复用的 什么叫复用 可以被重复使用的 比如说以后你开发什么东西 还会用到这个功能 对吧 你就可以把这个功能提取到一个这样的 壁包里面去吧 是不是保存到一个文件夹里面 你在用的时候直接给它copy过来 用的时候copy过来 是不是完事了 你直接放到这 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变量污染的问题 对吧 对不起回事 以后咱们会经常遇到这种东西 明白了吧 叫污染全局变量的问题 得以解决 两种方法吧 老方法是去命名空间 那个比较恶 不用对吧 新方法就是用壁包 对吧 壁包是一种高端开发方法 然后你再回过头来看 我刚才写那个东西 你就能理解了 这是我写的东西 里面用到一大堆变量 对吧 一大堆变量 然后把变量折起来 这块呢 又有一大堆函数 这个函数之间 可能是互相调用 互相签套 对吧 然后 我不管你里面是怎么样 互相调用的 我这块想启动你 那启动的顺域 第一个先add event listener 先签听试验 然后再怎么着 再怎么着 然后把这一系列函数 他们互相调用的东西 想启用起来 对吧 就是把 就是我写一大堆函数 就是为了用的 对吧 怎么来用呢 在这块启动一下 先调用add event listener add event listener在哪 在这吧 add event listener里面 可能还用了一大堆函数 可能这么写 你们就看不懂了 一大堆东西 然后这一大堆东西呢 保不齐还调用下面的一些 turn on turn show turn hidden一些东西 然后再用到这个 show和head的一些东西 他们之间肯定是互相调用的 然后是head on which are的 这个就是微信的一个接口 要隐藏微信的一个接口 隐藏 其实这个是一个小分享功能 你点击那个分享 比如说你点击个什么分享 是不是手机下面会出现一个 方块的一个区域 出现一个上拉菜单 下面有分享微信 分享微博 分享什么东西 对吧 这块做这个功能的 head on which are 然后head ad 就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广告给隐藏掉 隐藏掉 head on which are的 你看 其实就很简单 调一个VX这个接口 你看这个就是调用其他的函数了吧 调什么用点 这个 这个东西 ok 好 没问题吧 这块 没问题过了 然后接下来 命名空间 完事了 完事了 B包的第四点应用 我也说了吧 这是B包第四点应用 你看起来呢 B包给你看 第四点应用 模块化开发 防止污染去那边亮吧 这是模块上开发一个小应用 对吧 小意思啊 来往下看 思考一下问题啊 思考一下问题 这只是一个小问题 给后面做一下铺垫 给后面讲 四块做一下铺垫啊 几块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库 我看我桌面有没有 桌面有 我可以把这个库引进来啊 几块也是一系列 几块也就是一帮大哥们 写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诈数文件包 这个文件包里面呢 留出了很多个文件的一个 留出了很多的方法接口 我们可以用它的方法 实现咱们自己的功能 它非常强大 比如现在 我们实现功能 比如这块写个DIV 我现在通过几块 把几块引入进来 src 它也是一个gs啊 dequery 引入进来 dequery 然后呢 现在在这块 我选中这个DIV 通过dollar括号 DIV就把这个DIV选中了 然后呢 给它加css background color red 它就变成了一个红色的背景 然后再可以改它的 with get the hat 保存 这么改好 不太行 试一下 行哈 是不是干完了 这样的一个DIV 我通过几块的形式 连续掉一些函数 第一个函数 就是通过一个 这个东西把DIV选出来了 然后掉用函数 掉函数css 再掉位置 再掉害的 还可以掉其他东西呢 再掉一天毛 给这个DIV里面加点一天毛 加个一二三 然后呢 还可以掉点啥呢 还可以掉点 比如说css吧 position 给它变成absolute 然后再掉css lapse 给它来个100 再掉css top 再来个 100 保存刷新 并不好使对吧 并不好使 因为什么呢 因为像素的问题啊 对吧 睡不着这了 就是经过一系列的方法 可以操作 操作这个东西 让它变到这来 当然你操作 你就别管了 现在大家看一个问题 几块有个非常强大的问题啊 你说css这个括号 是不是一个方法掉用 肯定是 虽然说你看不太懂 但肯定是方法掉用啊 drviz是不是一个方法掉用 里面传的是参数吧 对吧 这个几块是咋这么强大的 它可以一个方法 接着一个方法掉用啊 咱们能不能模拟出这样的一个东西来 我想掉完一个方法 再掉一个方法 就比如说现在 我写了一个东西 我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你邓哥的一个对象 对吧 写一个你邓哥吧 你邓哥 你邓哥上面有很多个方法 第一个是smoke 对吧 smoke方法 他能抽烟抽完烟之后就是打印 I am啊就是打印什么 smoke smoke 对吧 smoke 加点炫酷对吧 炫酷啊非常酷哈 然后 tune concel.log 啊 写停 加加点啊 也酷对吧 然后啊 再来一个 烫头怎么说 看一下啊 烫头 用英文 好吧 还真有哈 perm 好 学个单词哈 perm 烫头 应该是个动词对吧 perm 是个动词 还是酷对吧 酷 行了 这么邓哥三大爱好哈 那么邓哥真正三大爱好 三大食品 对吧 啊 三大食品 这个竟然出于野餐 对吧 在外面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 在一个草坪上 对吧 铺上一个毯子 然后拿出三个饭盒 对吧 韭菜 秋葵 香菜 对吧 我还是享用美食啊 其他东西都不吃 养生吧 养生 纯素 咱看啊 这是一个对象 上面有三个方法 我现在想要有个要求 这三个方法 我就想连续调用 蹬点smoke 是不是现在目前只能这样 然后才能是蹬点 drink吧 然后才能是蹬点 其他东西吧 蹬点什么perm 对吧 然后才能这样 我就想连续调用 怎么办 其他能连续调用吗 咱试一下 试一下 再来个啥 再来个啥 再来个drink 对吧 你看行吗 保存刷新 他告诉你 报错了吧 第一个是不是打印出来 第二个告诉你 can not read property drink of undefined 什么意思 undefined的上面 没有drink方法 为啥这么回答应 为啥会打出这样的错误 因为你这个smoke 完事之后 这块返回的是啥 smoke返回的是啥 undefined吧 是不是隐士的 对吧 undefined吧 所以你undefined呢 你不可能有这个drink属性啊 这句话它实现完之后 剩undefined了对吧 undefined这可不可能 那我现在就想连用 我就想连人调用 我就想模仿几块 我就想知道几块 是怎么样连续调用的 怎么办 有更好的写法吗 在下面的写法在哪 在下面 recer recer是函数里面的 你写函数外面都行吗 recer是啥 是recer recer已经接近正确的答案了 还能recer什么其他东西吗 在一个对象的函数里面 它的vase指向的是谁 是不是第一人称我呀 是不是vase代表我啊 那你recer的vase好不好啊 recer的vase好不好 是不是这样更好 对吧 你说现在是可以recer的dun 但我要把这个对象的构造权力 放到构造函数里面呢 你都不知道那个 对构造的对象叫啥名吧 每次都不一样吧 你上哪找的名 你是不是只能vase了 对吧 咱们说这里面vase代表我嘛 对吧 代表第一人称我 是不是recer的vase就好了 所以这块执行完了之后 蹬点smoke执行完了之后 剩的还是蹬吧 是不是还是可以的 是不是一直能执行下去 所以现在你看 是不是又抽烟喝酒了对吧 对吧 然后再来再烫头对吧 抽烟喝酒 抽烟喝酒烫头 不分家对吧 烟酒不分家 烟酒不分家 对吧 嗯 p rm p rm 来 是不是都可以继续了 连续调用连续继续吧 所以你想实现一个方法的连续调用 是不是recerendase 对吧 这是一个小技巧啊 ok 行了 这个小技巧翻篇啊 也就是零零碎碎小知识点 然后再讲个小知识点叫什么呢 叫属性的表示方法 咱知道属性表示方法了 想查看一个属性怎么办 d r 对吧 是不想杀杀杀 ok 所以现在握了一个obj 对 abc 我想查看这个 查看这个name 握了一个obj name abc 我想查看name怎么办 是不是obj点name 就这么来吧 你增山改杂是不是都这么来 对吧 反正它的属性就是点儿嘛 就是点儿嘛 那好啊 那好 现在啊 我给你一个 我给你一个方法 给你一个方法 别的了 我给你一个对象 叫老邓 有好多个vive1 name 小刘 vive2 name 小张 vive3 小梦 对吧 vive4 啊 4 看到这name name 小 小王 行 这样才你字玩麻了 对吧 出席了哈 现在老邓有个方法 老邓个方法叫什么呢 叫call my wife 就是 call call wife 就是say wife吧 就是叫呼喊她媳妇 对吧 呼喊她媳妇 呼喊她媳妇呢 有一个参数哈 你传几 你传几 传续号几 她就会叫出第几个媳妇的名字 啊 传几她就会把第几个媳妇给返回出来 对吧 传1 她就返回第1个 传2就返回第2个 怎么办呢 正常来说咱们得是一或一一的话 或者switch case对吧 然后发回那东西对吧 正常来写下switch case switch switch switch是什么 switch是这个 这块应该写num对吧 那续号num no number对吧 写num吧 num case 1的话 是不是return return 直接写yf1吗 谁 this.yf1对吧 然后接一次往下写对吧 不这么写了啊 不这么写了 这写不好 我想实现一个啥的 我想实现 你传num的话 我就想实现 return this.yf num 我想这个变量拼上这个属性名 能懂意思吧 变量拼属性名 这能拼吗 现在 你要直接这么写的话 它就变成yfnum了吧 是不是查了这个属性啊 肯定不行吧 咱们还有一种访问属性的方法 叫做中括号的形式 所以现在给一个 握一个obj 里面有个name abc ok 现在呢除了这样 除了obj.name 还可以有obj 方括号 中间填上 字符串 形式的属性名 也可以访问这个属性 一回车 是不是访问了 我跟你讲 这俩 基本上是完全等同的 换句话说 有个内部原理哈 每当你obj.name的时候 就说每当 一定挺好 说挺好啊 每当你obj.name的时候 它会在内部 隐式的给你转换成 obj 方括号 字符串 name 能懂我意思吧 它俩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你要直接写obj.name 在运行上它还快 因为它不需要转换了 对吧 是不是在运行上还快呢 对就是吧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在增删 改查复值的时候 你都可以这么来写 这是另一种表示属性的方法 只不过我们平时写点 增加快捷一些 对吧 写起来增加顺利 但是运行起来 是不是它更快一些 它本质上是一样的吧 但是你看着本质上是一样的 但在用法上可不一样 而且你听好啊 里面必须是字符串 你直接写name不行 你直接写name相当于 把一个name变量放里面 而现在是不是没有name变量 对吧 必须得这么来写 它俩在用法上哪个更灵活 哪个更灵活 前面的更灵活 后面的灵活 后面的灵活 这是不是字符串 字符串就可以拼接吧 对吧 是不是字符串可以拼接 那现在回归到刚才那个方法里面 你看啊 我是不是想实现一个 刚才就想实现拼接了 那咋整 this方括号 wife 加上num 是不是字符串加啥都等于字符串 是不是这就拼接了 这样更好吧 你要想实现属性名的拼接 你只能通过方括号的形式 你点是白扯的 什么意思吧 什么点是白扯的 点是白费的 所以这种方案 这种需求 只能通过这样的属性表示方法 才能够解决吧 对吧 ok 现在看一下 邓点 怎么来的 c wife 对吧 我传个1 大媳妇 是吧 小刘吧 传2 是不是他 你传3 是不是他 这是一个属性的拼接吧 咱们后期会遇到很多这样属性拼接的问题 很多这样的 比如当后面讲到实践的时候 on会加很多个东西 on加click on加mousedown mouseup 很多很多东西 属性拼接那时候讲实践的时候 必须是on加一个东西去拼接 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就发挥出大作用来 能懂我意思吧 很有用 所以这块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 好 接着往下讲 讲到这个担心下课 对象的枚举 知道枚举啥意思吗 枚举有个英文单词叫enumeration enumeration 或者enurable 什么都行 还有这个 还有什么就忘了 一般的管叫enumeration enumeration这个意思啊 叫便利枚举的意思 嗯 说一下啊 什么叫便利呢 现在哈 十个同学 我想知道这个十个同学 每个人叫什么名字 或者想知道这个十个同学 每一个同学的个人信息 咱们得通过一个放循环吧 放循环 i等于0 i小于10 来十圈 第一圈就是1 第二圈就是2 是不是打印出的东西对吧 想知道这十个同学的信息 这个过程 就是i个知道这个过程 就叫做便利的过程 能够是吧 十个同学i拍在一起 我想知道你们十个人信息 怎么知道先知道1的 再知道2的 再知道3的对吧 这样i个来知道你们信息的过程 就叫做每一个人的便利 或者就叫做这个数据组的一个便利 能够是吧 我给你一组数据 我想知道每一个数据都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个过程就叫做一个便利的过程 能够是吧 叫做一个便利的过程 很简单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有数组 数组里面有好些个数据 好些个数据 好些个数据 是不是这就是一个便利的过程 对吧 这叫便利哈 便利咋写的便利 也相当于叫每举 啊 每举 叫 enu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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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那么写吧 你们回去查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啊 啊不对 所以这块应该是 nul nul nul吧 inurable nul吗 m吗 应该就是这样吧 应该是这样对吧 应该是这样 我记得是这样 innurable 对对对应该是 你这么写的话 他都有这个关键字了 行了 没举便利哈 没举便利 写什么 innumeration innurable innumeration 行了 现在便利它 是不是小于 ar.lens 然后i++ 然后去实现这个东西 怎么办 那就是打印呗 你想知道什么信息 那怎么样 去打印处理呗 这样是不是ok了 什么玩意 ar.lens 看这 看这 ok 睡不出来了 对吧 这就是一个便利的过程啊 那便利书组 咱是不是可以做到 我现在想便利一个对象 我想知道对象的每一个属性里面都有属性值是啥怎么办 我给你个对象 对象里面有name123 下写了啊 age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东西 sex 我想便利一个对象 啊 想便利一个对象 里面可能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比如height 180 啊 就是weight 75公斤 ok 我想知道这个对象里面每个属性的值是什么 因为可能这个对象是后端传给你的啊 你并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 你开不开 因为你也没站到一个编辑器的角度去看吧 像是盲人一样对吧 你没站到编辑器的角度去看呢 他给你传输具你看不到 程序在自己直行都看不到 但你想知道里面每一个值是什么怎么办 办不了吧 可是也能办的 你放循环不完事了吗 那你告诉我循环几圈了 循环几圈对啊 你都求不出他的lens吧 你现在你看是五个属性 那是因为你能看到 程序在自己执行的时候是忽略你人的 他是看不到的 能懂意思吧 他是忽略你人的 你不能人的思维去干预哈 没有lens杂政啊 就没办法办到了 对吧 没lens真就是没办法办到啊 就是没办法啊 那个叫吕小陈是吧 是吕小陈吧 听课啊 听课 那谁已经被完全倒了 你再听吧 好 我摆出一个胜利的手指 我再听 好 想变了一个对象 想变了一个对象呢 必须借助一个新的知识啊 这个新的知识叫做 4E循环 就说了 新循环了啊 4E循环 这个4E循环呢 其实就是一个简化版的4E循环 这个对象的便利 比如说现在我想console.log 这个obj prop 别的了 我console.log prop 你看是出现什么结果啊 刷新 name sex name age sex height weight 然后我再看一下这个prop是什么类型的 是不是都是 都是strain类型的 对吧 都是一个自不穿类型的吧 那这个循环干了什么事呢 它把这个对象里面的每一个属性名是不是都提出来了 而且有多少个属性名它是不是就循环了多少圈啊 对吧 它是不是就循环这么多圈 结束了对吧 结束了哈 这个循环叫做fall in 这个循环叫做fall in 循环 它的目的 只有一个 就是便利对象用的 就是单独给对象设立一个循环用来便利它的 它是通过什么来控制循环圈数呢 通过 这个对象的属性的个数来控制循环圈数的 这个对象有多少个属性 它就会循环多少圈 那东西吧 而且它在循环每一圈 的时候它干了一件非常好玩的事啊 它在循环每一圈的时候 它会把对象的属性名 放到这个prop里面 啊 放到这个prop里面 这一句话就是 首先我们先握一个prop 印这个ob接 啥意思呢 就是在每一圈的时候这个prop相当于一个变量 每一圈的时候代替的属性名都不一样 这个ob接呢 就这这一行它就这么写 就记住就完事了 握一个什么什么的印什么什么哪里 就是prop在这个ob接里面有多少个prop 它就会循环多少圈 那东西吧 这个ob接就是咱们这个想要便利这个对象 啊 这是一个标准的写法 就是握一个握一个什么东西 在什么ob接里面 这个prop你可以随便换名字 你换成key什么的都可以 无所谓啊 这个ob接是固定的 那东西是吧 这个印谁是固定的 你想便利谁 你就印谁 那东西是吧 然后在这个循环的每一圈 系统会把当前圈的属性名给它传到这个key里面去 或者传到这个prop里面去 那东西是吧 传到这个prop里面去 prop的properties缩写啊 然后呢 这个prop在每一圈的时候代表它的属性名 ok吧 那这样的话 有了属性名 有了对象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知道每一圈 每个属性对应的属性值 怎么知道 属性名我都知道了 属性值怎么对应 是不是ob接-prop就完了 是不是代表它的属性名 是不是这样ok了 对吧 那我们想便利 比如说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ob接1 我现在想便利ob接1的话 怎么办 比如里面有很多东西 里面有这个a属性123 b属性234 c属性 什么什么 345 什么的 对吧 我想便利这三个属性 我想把这个ob接1里面的三个属性全拿出来 或者说我想给ob接1里面的三个属性 通通都加1 怎么办 通通都加1 把ob接里面所有属性通通都加1 怎么办 是不是for 硬循环 were一个什么东西 were啥 were PROP 什么都行吧 were一个key对吧 were一个key 然后在这里面直接写key in就可以 were一个key 然后在这里面直接写key in 就可以 were可以写到里面也可以写到外面 可以写到外面 和那个for一样 可以写里面可以写外面 都灵活的啊 诶 哪边写错了 ob接 啊 一样 啊 都写错了 难得啊 来 来看这儿啊 看这儿啊 看这儿啊 哎呀 你每次就不符合你风格了 对吧 每次你写完之后不都得看一下结果吗 这次咱不看了 说明他有问题 说明他有问题啊 先了解他怎么做了啊 咱就看这个 这个你信不信 打印的结果全是案例犯的 五个案例犯的吧 这个代表出现五次哈 五次可以不排列结了 五个案例犯的 为啥呀 咱想的 咱想的理解的过程 包括一部分语法 一点错误都没有 就是那一部分语法发生点问题 来说什么 怎么变得自不穿 啊 你说PROP是自不穿对吧 啊 其实有问题 是自不穿 是自不穿他应该报错呀 为啥没报错呢 为啥没报错呢 为啥还能打一出案例犯的来呢 而且 我再引导你一下啊 我如果给他加一个属性叫案例犯的 这个属性叫123的话 你会看到 哇 也不行啊 等会啊 我看啊 我错错错错错错 看什么加什么 你看 如果加一个PROP的话 这叫123的话 你可以看到 可不可以打6个123吗 大分属性了是吧 为啥他把PROP当成属性了 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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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系统底层会有个原理 比如说你OBJ一个NAME的话 底层会变成什么 底层会变成啥 怎么变OBJ中括号里面填啥 里面填啥 字符串的NAME吧 那把这个规律同样应用到这呗 你要这么写OBJ点PROP的话 这个PROP还能是变量了吗 它会变成啥了 OBJ方括号 PROP了吧 换句话说 系统就觉得啊 你是在让我访问PROP这个属性啊 他就不会把PROP当成变量了吧 懂不懂意思 你这样理解是不是明白了 我跟你讲 就这一个错误 你到公司里面 你去问你同事去吧 90%的人都不知道 90% 那时候我一个同事 叫程松 这是咱们后期课的一个老师呢 他会给咱们带一些项目课 他现在还在阿里巴巴工作呢 就是 你别以为工作的人都很了不起哈 并不是那样的 大家可能上层的技术贵的很多 但是底层的技术有时候很薄弱哈 他们经常犯这个 经常犯这个毛病 就是写写写写一写到这 诶 编离这个属性 编离这一个对象里面的某个属性拿出来 不就应该这么写吗 第二层的东西 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个底层原则 这么写第二属性会转换成这个样子 转换成这个样子 这个PROP不是你理想中的一个变量 就每次是一个定量 PROP字不串了吧 对吧 每次是一个定量 他就会找有没有PROP这个属性啊 就不是你理想的样子了 懂我意思吧 所以真正这块想写的话 那天他找了一上午 我忘了跳了 我说你这块怎么写不对 我给我教你啊 哥教你点知识好吧 怎么办呢 这块怎么写 中括号PROP 但是他们他们知道这么写也可以 但他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 啊 所以底层的基础真正能决定 你编程能编到多高的水平去啊 所以这么来写吧 是不是这么来写的话 你PROP每次还是个变量 每次还是代表的不同的字幕串 对吧 然后把不同字幕串塞到里面去 就相当于访问不同的属性了吧 是不是只能这么写 一定记住啊 只能这么写 你在其他的地方访问属性 你可以点 可以去点 无所谓 但是一旦在媒局里面去写 放映循环里面去写 你想写这个对象点属性 去调用出他的话 你必须得写访问号 懂懂是吧 而且在这儿啊 千万别手茧啊 这里面要写这个字幕串 行是对吧 你光当里的加字幕串 那和你写点是他区别 千万别这么写 那你这样你很 这样写的话和你写点是啥区别 对吧 不用假 因为他自身他就是个变量 这个变量咱都刚才验证了 这个变量里面的值还都是字幕串 对吧 所以他是符合规定的 能懂我意思吧 他是符合规定的啊 这么写的话 他就会把所有的属性都变得出来 一定得在放映循环这么写 明白我意思吧 对啊 以后你在写属性的时候 我建立养成一个习惯 所有写对象点属性 对象方法 不用了 对象点属性的形式 你尽量写成放昏号的形式 尽量养成个习惯啊 别犯错 行吧 这是放映循环 下面还有了 一个第一个东西叫has on property 这个放映循环呢 他确实能变述出一个属性来 比如这样啊 删的干嘛 首先啊 不删保留 保留到这啊 他是不是确实能变述出一个属性啊 OK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 好变述出来就变述出来了 现在哈 这个obj 我才不让你这么老实的啊 来 多一个obj 别的了 这样哈 我给你这个obj啊 加一个属性 proto 是不是可以啊 给他手动下对象可以吧 手动 你原来不是那什么对象吗 我给你手动改一下 改成别人 改成对象之后 我们要last name 等于登 那就加一个last name 可以了 现在再便利他的属性 告诉我 会不会把圆形上的东西拿出来 会不会把圆形上的东西拿出来 看一下 嗯 啊 刷新 会不会把圆形东西拿出来 会吧 他是不是把圆形东西拿出来 对吧 如果我们在便利的时候 我不想拿到圆形上的属性呢 比如说现在我想便利一个对象的一个自己属性 他把圆形拿给我了 我不缺那个 他拿给我是不是就算一个误差了对吧 那现在我不想让他圆形上的属性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方法判断这个属性到底是你的还是圆形的呢 有 这个方法叫做has own property 啊 has own property 在对象上面 听说 在对象上面 任何一个对象 只要他叫对象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叫has own 有点小长哈这个方法 property has own property 这是个方法里面需要传参数 把谁传进去呢 把他属性名的字符串形式传进去 有时候把prp传进去 然后他会 你说他这个方法会反过给你啥 会反过给你啥 有这个方法是验证这个prp是不是他自己属性的 会反过给你个布尔值吧 对就是对不对不对呗 对吧 然后咱判断这个布尔值的结果 如果他是处的话 说明他是自己的方法吧 说明他是自己的属性的方法 如果是这个对象自己的属性方法 是不是打印这个 如果不是的话 说明他原型这样的方法吧 是不是 原型这样的方法 原型的方法 我们就不打印了 所以这样加上一层判断之后 保存 这个凳就不复存在了吧 因为他不是他自身的方法 这个has own property 就是来判断这个属性 是不是他自个儿了 对吧 如果是他自个儿 是不是打印处 如果不是自个儿 还是反为force 对吧 通过这样的方法去排除一下 它原型上的 但是你注意一点 注意点 这个放映循环理论上 它是可以返回原型上的东西 以及原型面上的东西 但是有一点 一旦这个原型面延展到object 下个点proto下不上了 他不会打印那个 也就是说这个proto 是不是他还有一个proto 他自己身上 是不是还有一个proto 杠杆 自己身上的proto是谁 object的proto下有吧 一旦延展到原型上的最顶端了 他就放弃会打印这个东西 他就不会辨定到最顶端的系统 它会把你自己设的这个原型给你打出来 但是系统代表它不会打的 能没有意思吧 系统代表不会打的 往object.protochap上面加 咱试一下哈 这好问题 object.protochap 上面加abc行吗 abc-123 刷新把这个去了 这个不去变成飞行吗 变成飞的话 是不是只有 不是他的能打印出来 对吧 能不能打印 能不能打印吧 也就是但凡是你自己手中设的 无论你挂到哪都能出来吧 但凡是系统自设的原型 无论在哪是不是一定不会出来 对吧 ok 好问题啊 好问题 他上课的时候积极提问题啊 因为你提的问题可能就方便大家了 对吧 大家都知道了 好 ok 没问题吧 所以这个方法是用来干嘛的 过滤的吧 这个过滤性方法 has one property 看看这个属性到底是不是我自己的 对吧 过滤性方法 当然他的应用可能不止在这 可能还有其他地方 如果你能用的话 是不是也能用 但是这一块便利属性 便利方法的时候 一般他们俩都是成套存在的 一个放映循环里面加一个if has one property 对吧 一个放映循环里面加这个 为了过滤一下啊 因为一般你便利属性的话 你都不希望拿他原型上的属性吧 对吧 你都不希望拿原型上的属性 ok 这还是便利的 这还是访问的 如果你修改呢 那就更不能拿原型上的属性了 对吧 你给他自己的某个手里都加点什么东西 你就更不能拿原型了吧 对吧 这还是便利的 这是第一个操作服 叫has one property 这个方法 第二个呢 是一个操作服 叫in 这个in操作服 它非常有意思 它是干嘛呢 它和这个has one property 它差不多 它也是看这个属性 到底是不是这个对象的 不是 现在咱们看啊 这个hat属性 到底是不是这个obj的 哎 这个就这么写 然后这个操作服 会返回给你的结果 true还是false 那东西是吧 那你看我这么写行吗 虽然说你没 咱还没讲这个操作服 行不行啊 我这么写你就单纯的看行不行 会不会报错 这么写行吗 前面是属性 后面是对象 能行吗 哪不行 猜一下 属性应该怎么写 四伏串吧 你直接写hat 这叫做变量 咱们还没设计变量 他肯定会报错 你这样一回车 他告诉你hat is not defined 对吧 hat not defined吧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 一定把这个属性变成四伏串 行识 这点一定记住啊 这都是你们常犯的错误啊 是不是看这个四伏串 形式的属性名 存不存在这个对象里面呢 如果存在 他也告诉你是true 对吧 如果不存在 告诉你是false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 这个in 那说这个in如果说 和那个has on property 是差不多的 那为啥这块不用in呢 为啥会用has on property啊 说明它俩有区别 这个in呢 它是不分青红到白的 这是你的也算你的 你父亲呢 他也算你的 比如说你看 last name 是你ob接的吗 正常来说咱认为应该不是的 对吧 是原型的 但他认为 对吧 演示一下错误哈 ob接哈 是吗 是 他会说 这个也是 所以这个in 他只能判断 你这个对象上面 能不能访问到这个属性 包括原型的吧 他只能判断 这个属性 你放你对象能不能访问呢 能访问就是处 不能访问就是false 对吧 他不是判断这个对象 属不属于这个 他不是判断这个属性 属不属于对象吧 判断这个属性 属不属于这个对象呢 只能是has one property吧 对吧 这个in操作服务只能帮你做的是 哎 你能不能 在这个对象上 调用这个属性 对吧 能不能调用这个属性 比如说原型上的事也算 对吧 原型也算 这个in操作服务出现的概率 使用的概率极其的低 啊 极其极其的低 基本上就是没用过 反正我开发这么多年没用过 我同时也没用过 从来没有啊 但是他确实有这个东西 我都给你讲啊 为啥有这个东西要讲呢 因为他考试出考 比如考试说 有几个变态说 哎 你看这几个的区别是什么 给你打出来对吧 对我说中国人吧 打骨子里就愿意搞那种形式主义 明明用不到 他愿意考一下对吧 如果说这个东西换成西方的话 绝对不会考你的 没用考干嘛对吧 但是 二虽然说不重要 但是一三我跟你讲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第三个 instance off 讲完instance off提醒我要讲一个东西叫 core core tostrain的core 我先写到这 这个instance off 我先写个例子 instance off person new person 这个instance off非常有意思 它也是个操作服务 他类似于听说这个必须的挺好啊 这个经常出现经常考啊 这个instance off 他的操作用法类似于这个in 但是和他完全不同的 他是判断什么呢 比如说现在有个 我给你写个同事哈 A B 他的官方给出的解释是 A A 是不是B 是不是B构造 函数 构造出来的 A对象 这个能看懂吗 Ainstance off B 就是A是个对象 B应该是构造函数 他是判断A是不是B构造函数构造出来的 对吧 那比如说 现在我写一下 person 是大的person 构造出来的吗 保存 刷新 person是大的person 构造出来的吗 是吧 是他应该在处吧 是不是处 没问题吧 是不是这块没问题 对吧 然而哈 然而这个用法没有这么简单 官方给出的解释完完全全是不够用的 永远都不够用的 因为你再看哈 person instance off 他是不是确实是person 构造出来的 但他是object 构造出来的吗 闭眼睛一看 不是啊 对吧 不是但他结果为什么是tue呢 是tue吧 对吧 再写一个 这是数组吧 数组也是个对象 空数组对吧 空数组 instance off instance off array 这是正常的吧 数组就是数组构造出来的嘛 虽然说你写数字面量也是这个数组构造出来的 对吧和对象类似 回车是不是处 那数组instance off object嘛 是不是也是处 这是啥意思呢 听我一句话 听我一句话 这个你必须记住我这句话 其他的你怎么记都记不完全 我给你总结一下一句话 他是什么意思 我把这个话删了 a instance off b 来 听好啊 这么来说 他是看 看 看 a的 a对象的 圆形 链上 有没有 b 有没有b的 圆形 看a的圆形链上有没有b的圆形 这个instance off 他根本的语法理解 就应该这么理解 你看一下 person.instance off person 他的圆形链上有没有他的圆形 有吧 是不是顶头的第一个就是啊 对吧 再看 person的圆形链上有没有object的圆形 有吧 是不是圆形链上最顶端就是object object type 对吧 那person的圆形上有没有array啊 是不是没有 所以这个必然是 force吧 能动我意思吧 啊 那对象的空对象对象自面量的圆形链上有没有person 嗯 有没有person 但是 他的圆形直接指向oblider pro type吧 这个是person的炮菜 他没关系了吧 没关系就是 啥玩意 我哪块我保存刷新重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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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我得这样 我得把这个东西给保存出来 这样啊 obj instance of person 这就是forse 对吧 forse吧 ok啊 嗯 这个时候没问题了 这块时候没问题了 对吧 所以这块你要看啊 判断 他真正的判断是a 对啊 他说a的圆形上有没有b的 a的圆形上有没有b的圆形 是这么来判断的 但是本质上他是看a是不是b勾到出来的 但是他认为在圆形上呢 也算他的勾到函数 对吧 也算是勾到器啊 都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instance of 你要看一眼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instance of 他解决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问题啊 比如现在 啊 现在讲适不适合的话 可以 现在啊 数组 如果typeof数组返回的是啥 返回的是objet对吧 我typeof 对象呢 返回的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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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t对吧 那现在问大家问题 我现在给你个数据 已知这个数据 可能是数组 心情好了可能是对象 不一定是啥 我现在让给你这个数据 你是看不到他是啥的 不能通过人眼去识别哈 让你拿机器去识别 它到底是数组还是对象 你能区分的开吗 你能区分的开吗 我可以询完 就给你个数据 我就给你个变量啊 变量里面我 有可能给你传的数组 有可能传的是变量 有可能传数组 有可能传对象 那你区别它到底对象还是数组 咋翻译 不是我就一个对 不是我就一个 我就一个那什么 我就一个变量 我就一个变量 这变量有可能是对象 或者也有可能是数组 不一定 我就让你判断这个变量是数组还是对象 判断一下数组还是对象 怎么搞 三方 我问你个问题 数组是不是 虽然说咱没讲数组呢 数组算不算一种对象 算吧 来抬头头我这啊 数组的constructor是谁 是不是array 对象的constructor是谁 不能这么写啊 大括号它表示另一种语法不能那么写 大括号表示这个 大括号那么写的话 它表示这个大括号有可能 它识别不出来啊 所以说不能那么写 obc 第二constructor 是不是offback的 是不是区分出来了 对吧 第一种区分方法 第二种区分方法 数组instance off 数组 结果是啥 出吧 对象 对象instance off 数组 是啥 force吧 是不是能区分开 还有第三种区分方法 我特意想想这个的 就是toStream 啊 toStream 咱们各个构造函数都重写了toStream方法 我现在只想用 因为你看哈 我现在只想用这个 object的plototype上的这个toStream 来看它们 因为只有它能区别出这个对象数组的一个区别 我想用这个方法让数组来调用怎么办 我想数组调用它的toStream方法怎么来办呢 有点core 点core数组 确实这能办 大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怎么回事吧 来我给你讲一下为啥用core 哈 这个optator跑下不点toStream 它是一个方法 它是不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 就是说啊 这个方法里面 正常说这个方法里面处理是谁 这样的方法怎么用呢 正常方法怎么用呢 正常这个方法是被谁调用了toStream吗 是被谁调用了 一定被别人调用对吧 这里面设计一个base的小支点 谁调用的它这里面的base就是谁 是吧 这里面设计一个小支点 谁调用的它这个base就是谁 而我们的toStream是为了处理前面 调用者的 如果是对象调用了它 这个base就是对象 那这里面它一定会利用这个base 去处理前面的东西的 因为啥呢 因为你想 toStream是不是为了把前面的东西 转换成 就是把前面的东西识别出来 再把特定的字母串格式给你返回 它怎么识别前面的东西 你在定义这个方法的时候 你不可能知道谁调的 所以你不可能知道 提前知道obj吧 所以只能用base吧 所以你肯定是不是处理的是这个base 处理完这个base 识别这个base 首先识别base 识别base 然后呢 返回相应的结果 是不是应该这样 识别base 反映回相应的结果吧 base看的是对象 就是对象 是什么其他东西 是什么其他东西 这里面 咱是不是光靠猜 就是object.procept.toStream 是不是咱光靠猜也知道 这里面肯定会用到base 有没有意思 是不是光靠猜也会知道 它肯定会用base 那咱们能猜到 它肯定会用到base了 那现在 我让你这个方法执行 执行怎么执行的呢 我让用core来执行 core执行的话 是不是相当空执行 我不想让它为空 我想让那里面的base 变成书组 所以这个书组 就会替换原来这个base吧 是不是core就替换base指向呢 替换了base之后 这里面的方法执行的时候 原来是谁 调让它识别谁的base吧 现在这个base 是不是变成书组了 它就会识别书组 来返回它的结果 如果你放数字的话 数字就是这个base 它就会识别这个数字 来当做这个识别对象 能弄去吧 咱是靠猜测的 这块能弄去吧 靠core来改变那次指向 所以现在你看啊 如果我这块写书组的话 放到这里面 它是能执行了 你看啊 好齿咱们猜的是对的 里面肯定是有base 一回吃 它打人是数字吧 对吧 然后你放数字的话 是不打人的数字 如果你放一个对象的话 那就和直接对象 这样它没区别了 是不是就是obladeoblade 但你看数字和对象 是不是有区别 它反复的字母串类型不一样吧 对吧 这是区别数字和对象的三种方法 第三种 第一种是什么 constructor 第二种 is not solve 第三种呢 是不是图辞阵方法 对吧 好了讲完第三种之后 留个小作业 这个小作业是克隆 小作业是克隆 克隆是啥意思呢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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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今天不留了 不留了 这个东西我鼓励今天晚上写不出来 写不出来 咱今天先复习吧 行吧 先把这些东西复习复习吧 今天先不留这作业了 因为昨天留情多了吧 这个明天咱再留哈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你可以去自己尝试一下 我跟你讲克隆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 A是一个对象 B是一个空对象 我想把A的属性完全克隆到B的身上 并且让A的属性和B没有任何联系 因为有的属性是引用值 你考回之后 考的是一个引用 他俩操作还是同一个人对吧 我现在想让 把A的属性考到B身上 考完之后 他俩就断了联系了 A的就是A的 B的就是B的 怎么来实现这个过程 可以去思考一下 明天我还会再说一遍这个东西的啊